高雄的嚴城新樂市集跟左營聯談市集 今年的春節照常舉辦 大量的遊客湧入 讓高雄市政府從初一開始 一連三天 對這兩個市集發出了警訊 實施交通管制 高雄各景點的人車潮 初三更是出現了高峰 防疫當前讓高雄市政府與業者 嚴陣以待 工作人員拿著大聲工 邊巡視邊大聲宣導戴口罩 高雄的嚴城新樂市集 跟左營聯談市集 今年春節如期舉辦 為了防疫市集不僅禁止試吃 民眾也需全程戴口罩 但還是有不少民眾逛著逛著 就不小心違規了 有一些提供民眾吃飯的地方 沒有遮蔽 當地的這個志工 或者是我們記者同仁這邊 特別去注意 那邊走邊吃的行為 一旦發現立刻制止 以昨天為例 大概一天 我們統計總共八百多位 那這部分呢 都立刻予以勸告 立刻予以改善 禁止試吃及邊走邊吃 讓部分攤商生意減少了二到四成 但非常時期攤商也認同防疫至上 儘管有許多規定 但兩個市集人 湧入大量遊客 也讓高市府從初一開始 連三天下午發布警訊 實施交通管制 如果說一下子進太多的話 你要逛街也不好逛 所以我們就只出不進 然後等這流量順暢以後再進去 因為他們在逛完是從另外一個出口 十四個出入口都可以進出 所以我們就是控管在每個路口 初三下午起 高雄市區幹道及各大風景區 商場等都出現大量人車潮 其今老街 易大等風景或遊樂區 行車時間都拉長1.1到1.25倍 高市交通局提醒民眾 到這些熱門景點 除了注意防疫 也要注意交通狀況 記者陳幻宇 陳顯坤 高雄報導